12月17号晚间的6点20分左右 渠州科城警方接到群众的报警 说在航步镇大桥路路段 发现两名幼童疑似迷路了 请民警帮忙寻找家人 接警之后 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到达现场后 民警看到两名四五岁的小女孩 贴在大桥路的一家零食店门口 身旁站着几名热心群众照看着他们 有关孩子家里情况 一点都没问出有价值的信息 没找到是吧 刚刚在哪里玩还记得吗 我这里买东西呢 你是姐姐是吧 爸妈妈手机号码都不记得是吧 名字知道吗 名字知道吗 爸爸或者妈妈名字 爸爸就不知道 随后两个小女孩与民警渐渐熟络起来 话匣子也被打开 告诉民警说自己今年五岁 妹妹三岁是云南人 随后民警拿来纸和笔 让五岁的小女孩写其父亲的姓名 你提起来看那名字好不好 先给叔叔看一下 哦 后面两个呢 后面两个没写 后面两个不有写的 当时小女孩是没有写全她父亲的名字的 就写了一个招字 那么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我们判断她的父母都是外来无公人员 于是民警根据这个线索 立即对辖区流动人口中姓周的人员进行排查 看着叔叔 你先玩一下 叔叔去找一下 你爸妈妈好吧 很快民警就查到了小女孩父亲的身份信息 并成功连续其到派出所 将两小女孩接回 经了解当天下午 小女孩的母亲还在上班 照看他们的父亲躺在床上休息 没想到两个小女孩趁爸爸不注意 就溜出了家门 而孩子爸爸直到接到民警电话 才发现孩子不见了 所幸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女孩父亲对民警的帮助 表示十分感谢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